今天还是晚节新闻 我是林依卢 无照上路又酒驾结果害得无辜的工人 白白丧命 新北市淡水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零星女子酒后开着厂工烤车回家 行经主委捷运站时直接撞进了施工工地 造成一名交管人员伤众不治 而她的酒侧值高达了0.77 更是一名酒驾累败 先前有两次酒驾被抓记录 而且都是无照上路 另外她也常常在脸书上炫富 还说有钱就能任性 无照上路又酒驾撞死招管人员 盖着外套的女子就是肇事的灵性驾驶 做完笔录就终于醒了 才知道闯大祸了 死者家属得知二号 哽咽得快说不出话 因为弟弟先前疫情失业 好不容易找到聘雇临时工 还在凌晨工作贴补家用 没想到在街道消极时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真的是社会的獨留 二十一号凌晨接近两点 造成的灵性女子酒后开着敞篷跑车 再好友一起回淡水 但她竟然直接撞进了道路施工现场 撞死一名工人 事后警方发现她还是无照驾驶 酒测值更高达了0.77 造试后一度对着现场人员咆哮 而这名名姓女子也遭起底 2014年就曾两度酒驾被抓到 事后多次改名规避罚单 而造试的敞篷跑车不是她的 是登记在母亲名下 一次长期无照上路 女子脸书也被网友搜出 她自称有大学学历 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 但被查出其实只有高中毕业 而她时常发文炫富 说跟着她工作 月收入最高千万元 更嚣张说有钱就能任性 对外营造白富美形象 照示女子心存侥幸 多次无照酒驾上路 这回又炫富开豪车 撞死无辜临时工 只希望能够获得应有制裁 别让家属眼泪白流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